醒目一拍啊,咱们是赶紧开书,为什么说得赶紧开书呢? 因为这两天的书我爱书,咱们呢,涉及到的地儿啊,我基本上都去过 您就比如说吧,前两天咱们说的那个乌兰布统治战,所涉及到的将军泡子呀,古战场啊,大红山呢,还有这个同国岗的墓啊,我都去过 那今儿咱要说的这些地儿啊,我也都去过,什么地儿呢?咱们书里头啊,我就会给您揭晓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自蒙园以来,这草原上就多了一条不二的法则 什么法则呢?就是非这个黄金家族的人呢,是不能做大汗的 那咱们也都知道,这成吉思汗的家族,黄金家族不是至今呢 这势力啊,日渐微弱,有很多呀,有强硬手腕的旁性旁之这会儿都崛起了 可是这些人呢,碍于这条法典的死规定,哎,做不了大汗 那做不了大汗怎么办呢?他们呢,或是别人推举 或是啊,自己封自己,哎,就都做了太师了 这太师了不得呀,在那会儿的蒙古啊,这太师权了大了 相当于啊,咱们中原政权呢,这丞相再加上军事总指挥 这一日短两日长的,草原上啊,就出现了一位 很有手腕,很有本事的太师 谁呀?西蒙古的太师啊,托欢,哎,绰罗斯的托欢 没过多少年呢,这托欢呢,就统一了东西蒙古 当然了,哎,他也是太师 他也需要啊,另一位这个黄金家族的这么一个继承人来做大汗 他呢,背后控制这个傀儡大汗呢,掌握天下 还是那个原因啊,就是那条法则啊 这个非黄金家族的人呢,是不能做大汗的 他福祖的这位大汗呢,叫托托不花,合着你这托欢呢 你再有本事,你再人这个托托不花 这个大汗的跟前啊,您也得苟着点 哎,于是这有本事的人,有一天终于烦了 有一天呢,这个祭祀成吉思汗灵的时候 这托欢呢,多喝了两杯,抽出自己的配刀啊 就砍这个成吉思汗灵的灵墙 他说呀,我把你刨出来跟你聊聊 哎,你能做大汗,我为什么不能做大汗 你统一了蒙古,我也统一了蒙古 看样子,我们的成就啊,是一样大 可是这会儿啊,神话来了 哎,就是因为他这个举动 这成吉思汗呢,留下的一只金剑囊 里边有十只凋零剑 就挂在这个灵木响电的墙上 哎,从这里边飞出一只剑呢 就把这托欢给射中了 哎,关于托欢的死啊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是被射以后啊 过了几年才死的 可是呢,从此以后他也再没敢有做大汗的想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哎,就干脆多了 就是当场就把托欢给射死了 托欢是死了 可是啊,这草原消停了吗 这托托不花大汗 能够安稳的坐稳了这个汗味吗 哎,当然不是 这托欢呢,有三个儿子 这三个儿子全是能人 一个比一个厉害 一个比一个 胸怀大志 这大儿子呀,就是野仙 二儿子呢,塞罕王 三儿子叫伯延贴门 人这哥仨呀 跟其他的蒙古兄弟还不一样 还团结 干什么事都抱着团 这爸爸做太师的时候 这野仙可就没闲着 领着这个瓦剌大军 主要的任务就是给西蒙古开疆拓土 他爹托欢呢 带着人去征讨东蒙古 他不接 他呀,往南打 打谁呀 就是不停的暴揍这东查克台韩国 这东查克台韩国呀 基本上啊 就是天山南北 现在的新疆地区 要说呀 这查克台韩国呀 其实啊 他也是蒙古人 最起码是这个蒙古人建立的国家 查克台嘛 这成吉思汗 他们就在老二 并且人家这个王室啊 那正经的有黄金家族的血统 那为什么前两集了 我们只说这个东西蒙古 而没说他呢 哎,人家现在这查克台韩国呀 觉得自个儿啊 比这群在草原上疯疯癫癫 就是杀他名攻他的蒙古人呢 强多了 为什么呀 因为人家呀 信了穆斯林了 成吉思汗死了以后 就把自己控制的蒙古帝国呀 分给了四个笛子 老大树翅上分给的大体就是现在的 俄尔其斯和以西 俄罗斯的咸海和离海北部 站着整个的东欧和中欧地区 被称为啊 这清查韩国 他还有个小名啊 咱们可能更熟悉一点 叫金杖韩国 哎,这个韩国统治俄罗斯啊 整整统治了三百年 人说现在的俄国人的好脾气呀 就是跟这群蒙古人小的 哎,就是 因为他们统治俄罗斯时间太长了 那现在在欧洲都有一句话 说这个扒开每个俄罗斯人的皮呀 里边都能跳出一个达达蒙古人 这老二啊 查克台 老三呢 窝库台 这两个韩国呀 就是现在的南疆北疆 不过到了后来呀 这俩国家成了一个国家了 这蒙古人呢 哎,也就是这个北方游牧民族 和咱们这个中原汉人的习俗啊 不太一样 咱们呢 是这个老大挑门过日子 继承这个祖产家产 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小儿子呀 守家待业 所以呢 这个承基斯汗的小儿子 托雷就继承了这个蒙古本部 就是现在的内蒙外蒙 还有这个中国的全部 后来呢 他们家这一支啊 还成了这个大元的皇帝 那刚才咱们不是说 这窝古台 查克台成了一个国家了吗 就叫查克台韩国 哎,没过多久啊 这国家又分裂了 就成了这个东查克台韩国和西查克台韩国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 这个东查克台韩国 慢慢的就伊斯兰化了 当时啊 这东查克台的韩国的大韩叫歪斯汗 是这个承其斯汗正经的十一世孙 据说也是一位雄主 并不是庸庸碌碌之辈 经过了几番啊 在国内的政治博弈 终于掌握了整个东查克台韩国的政治大权 他错就错在啊 离这瓦剌呀 他贴近了 不管是当初啊 这明朝时候的瓦剌也好 还是后来的这个准干二韩国也罢 那个地方的人呢 那老横了 对别人国家的国土啊 那都能做到垂涎三尺 那打吧 一打呀 果真这东查不行 没有这群秃尾巴狗的瓦剌人厉害 据说这两国一共打了61次 这胜负比呢 是60比1 也就是说这东查指赢过一回 您别看指赢过一回 这东查哪次啊 这个准干二韩国 那会儿还叫瓦剌呢 瓦剌来饭呢 都不拒 都是出兵迎战 所以说呀 给人的感觉呀 那是相当的可歌可泣 后来呢 这歪斯汗一琢磨呀 不能老打仗啊 人民总得有修养生息的功夫啊 本着一个呀 不和臭流氓较劲的这么一个心态 哎 服软了 把自己的妹妹就嫁给了野仙 这一下子行了 哎 这野仙呢 一下子征服了南边自己这大舅哥 服了呀 这东查韩国呀 不是自己的附属国 哎呀 差不多了 这会儿啊 在远方的蒙古草原也传来消息了 自个儿的爹呀 哎 被一只神剑给射死了 那自然而然 这野仙就继承了他爹 凤这个大汗 托托不发为主 做了整个蒙古的太师 哎 咱们这儿插一句 哎 您如果要是有机会去新疆 伊宁市去旅游 您可以去呀 这个 歪斯汗的麻扎 也就是歪斯汗的陵墓上看看 因为 歪斯汗的这个响殿呢 非常有特色 不但四周有回廊 而且呀 是一个三重岩 最上边啊 是一个八角 全坚式的建筑 哎 基本上呢 在中原 您看不到这种建筑 所以说呀 还是值得您去猜猜封的 要说起这野仙来呀 哎 这心如其名 他不单叫野仙 并且有野心 要说他爸爸的脱换呢 可就够有野心的了 敢想敢干的 统一了东西蒙古 这野仙不一样 野仙呢 要恢复大元 也就是说 他要把这个斜拔的朱元璋 占据的中原腹地 哎 也就是中国内地呀 抢回来 重新恢复他的大元帝国 哎 那这会儿 这中原明朝的 谁是皇上呢 哎 是明英宗 诸乎其朕 那咱们先说说呀 现在的草原上 到底有多数股势力 哎 首先说最大的一股 就是野仙他们哥仨 野仙 塞汉王和伯彦天摩 还有一股势力 也就是一个大汗 托托布花 也叫戴总汗 这托托布花呀 不笨 他不甘愿做一个傀儡的大汗 所以说呀 在这托欢时代 他就慢慢的积蓄力量 哎 收买人心 后来呢 这个托欢呢 对他也很放心 干脆也就给他画出了一块草场 也就是现在呀 呼伦贝尔附近 所以呢 这托托布花呀 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傀儡大汗 他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还有一个人是谁呢 哎 这个人呢 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自己的草场 他是这个蒙古的一个官 哎 是个知愿 这知愿呢 是个官职 名字叫什么呢 叫阿拉 这史书上啊 有的称呼他为啊 这阿拉知愿 也有的史书啊 称呼他为知愿阿拉 您就总是记住了吧 这阿拉是人名 知愿呢 是官职 据这个中原史书所在呀 这野仙兵最多 普花 哎 就是托托布花 虽为可汗兵稍少 知愿阿拉兵又少 那这野仙呢 是不愿意自己去攻打中原王朝的 所以呢 就联系了这个大汗 托托布花 以及这个知愿阿拉 要这个三方啊 联合部队是进攻中原 那要想进攻中原 总得有点理由啊 那总不能这个翻了脸 就开干呢 哎 他有理由 全是一些啊 这个鸡毛顺皮 碎碎碎碎的理由 什么理由呢 就是这个朝贡的时候啊 给我们还回来的礼物啊 少了 哎 对我们这个贡使啊 也不太尊重 那要说这个托托布花 什么态度呢 咱们得知道 这托托布花呀 还没给这个西蒙古 做大汗之前 人家就是这个北原的大汗 是顺位大汗 在那会儿啊 实际上已经臣服了明朝了 这托托布花呀 就跟这个野仙说 明朝一直和我们贸易 对我们资助很多 怎么能说翻脸 咱就跟人翻脸呢 那野仙一听啊 那肯定是一通大道理 什么那个逼付我 这个蒙元帝国呀 之类的 吹胡子瞪眼 不说呀 还得连放彩虹屁的花大饼 这野仙呢 腰力横啊 所以说呀 他也没指望其他人跟着去 他说呀 即便你们不帮着我 我自己也要打 即便攻不下中国之城池 使其田不得更 民不得西 多索漂掠 一族一城 这狠了去了 他的意思是说呀 即便我呀 得不招麻 我也不让仇人好过咯 拖拖不花想啊 他既然这样 那就一块吧 没准啊 借着这次战役啊 我还能捞着点实惠呢 结果这个拖拖不花 借着这次战役 还真把自己撞大了 他呀 带着兵啊 不往正前方的 山西河北北京城打 他往哪打呀 他往东路打 那边呢 都是这个 蛮猛聚集之地 很快呀 他就收复了不少的部落 壮大了自己实力 至于是不是进攻明朝啊 慢慢走 慢慢磨蹭 咱们静观其变 那么咱们翻回头来说 这野仙真的是想把这大明朝 灭掉吗 他没这胆 也没这实力 怎么说没这胆呢 其实啊 这明太祖 成祖啊 把这蒙古人呢 都已经杀心了寒了 前面说 咱不是交代来着吗 把这拖拖不花呀 一直轰到了北极圈 哎 贝加尔湖那边游牧去了 所以说这野仙呢 没有足够的信心呢 要拿下整个明朝 那他这是干嘛来的 哎 他是为了掠夺物资 主要就是为了茶叶兵器铁器 因为这些东西 这大明朝对蒙古禁运 等于现在这会儿的蒙古人呢 一旦自可手头上的锅 哎 坏了 那就得改吃烧烤 要不然说这葫芦啊 他五百年之运 他没点起子 哎 占了中原一百年退守回草原之后 连锅和兵器都不会做 那咱们知道 这外蒙是不缺铁矿的 实际上他们稍加学习呀 就能自己野铁炼铁 可是在那会儿的蒙古人看来呀 这个工艺啊 和现在咱们说航天飞机上天一样 那都难了去了 可是一打起来之后 这野仙才发现 哎呀 这太容易了 这个呀 这明朝军队现在呀 怎么溃得跟豆腐渣似的 不费什么劲啊 就拿下了大同宣伙府 这蒙古铁骑杀来呀 明军溃退如潮水一般 一点都没有当年的 这朱元璋和朱棣 那会儿明军的尽头 这兵败的消息啊 很快就传回了京城 这北京城的小皇帝朱祁镇 这会儿多大呀 二十二 这野仙大兵压境啊 眼看就快到京城了 所以说这明英宗呢 赶紧得召集啊 这内阁大臣呢 六部九卿啊 开会研究退敌之法 哎 这坏人来了 谁呀 这明英宗身边啊 有个长印大太监 叫做王震 这王震呢 是斯里坚的长印太监 哎 是个太监头 是河北省豫州人 现在这个地儿啊 叫豫县 您要是管他叫卫县呢 哎 那是念错字了 如果您要是念羽县呢 那您就是有口音 这玉县的本地人呢 都那么念 可是我这儿不行 我强迫症 必须得念正了 就跟我呀 永远得念土木堡 不念土木谱 是一个意思 这王震一琢磨啊 那都是大太监 这有名一代 这大太监 谁最牛呢 哎 到现在为止啊 那应该是正和 这七宝太监下西洋啊 正和之所以 持名中外 功勋显赫 那就是因为啊 他带领着大名的船堆 下了西洋 他身上有军功 那要说呀 我这官衔肯定是比他高 哎 我呀 是这大明朝 现在赫赫的 四里间的掌印太监 可是我不行啊 我没军功啊 这回啊 也先来了 据说没来几个人 我要是能带兵出去打仗 那这不就有军功了吗 他想到这儿啊 反手就给自个儿一嘴巴 他想啊 有这想法就混了蛋了 也没听说 哪个太监 带领着大军出去打仗的 他脑子一转呢 贼起了非智 他想啊 不如啊 我窜着我们皇老爷子 出击御驾亲中 这样我呢 作为这个四里间的掌印太监 我跟着他呀 我不就能赚来军功了吗 哎 就是这么个主意 于是啊 他把这个想法啊 就告诉了年轻的朱祁镇 也就是明英宗 没想到啊 这主奴二人呢 一拍即合 这明英宗也是这么想的 他要效仿自己的祖爷爷 成祖朱弟 以及祖爷爷的爹太祖朱元璋 披挂起来带领明军 要御驾亲征 实际上啊 这明英宗浅了 什么浅了呀 眼皮的浅了 没见过秤 没腰过自个儿 有几斤几两重 那这皇老爷子决定 御驾亲征谁拦得住 那走吧 打吧 出征吧 临时啊 在这北京城凑起了二十万人 对外宣称啊 有五十万人 浩浩荡荡 出了居庸关就奔北来了 可是啊 刚一出居庸关 可就有逃回来的太监 这些太监干嘛去了 他们都是当时啊 派到军前去监军的太监 这军队一溃败啊 这太监自然先跑 跑来就见到了王振 见到王振之后啊 赶紧磕头败倒 哎呀 我的老爷子 您可不知道 赶紧回去吧 这群蒙古人凶啊去了 吃人都不吐骨头 总之啊 这孩子我们呢 爱是吓破了胆了 咱们爷们啊 赶紧往回这吧 这王振一听啊 算是吓了坏了 这这这这怎么办呢 于是啊 他又窜着这明英宗 干脆啊 咱们赶紧回北京吧 他眼珠一转呢 又生了一条记忆 这回去啊 可也不能白回去 他眼珠一转呢 又给自己 生出了一条 羊毛的主意 他想啊 从这啊 往西一转 不远呢 就是自己的老家 玉州城 想当年自己 背井离乡啊 离开玉州呢 是何等的羞涨 不如今天呢 我把这只大军呢 框过去 在我这乡党跟前呢 拔拔创 露露我的威风 这皇上 能到我家去做客 那了的吗 那我脸是 是何等的光彩呀 打定主意之后啊 他命令 大队人马 是转向 玉州城 这才有这土宝 只变着明英宗 成了野仙的俘虏